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的专委员去上节目的时候 他们自己的网路直播节目 直接叫韩国瑜 叫他什么 叫他说 他依然是能混就混 协商 你以为他一直在协商 没有 他一直在休息 时间短他只想要赶快下班而已 我们想要请教一下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基本上前一阵子在开会时间 协商的时间不少 而且很多时候他为什么没有办法出来 是因为他被关在里面出不来 我们就想问 你以为这一些网路上 现在都没有直播吗 还好 还好现在 所有的议事 所有的协商 全程直播 大家如果真的是有问题的话 为什么都没有提出来 那为什么你会认为 前立法院长王金平 很认真协商 现在的韩国瑜不认真 这是我们蔡总统口中的数位落差吗 原因是因为突然之间发现了 好多人在怀念王金平 希望韩国瑜变王金平2.0 立法院的前秘书长林志佳讲说 应该要好好向王金平学习 柯建平讲说 应该要向王金平看齐 就连我们的辉文哥都在讲说 侨王王金平以前都有出面 韩国瑜你现在要有办法出来调和 我们突然就想 王金平不是已经退隐归伤很久了吗 现在是怎样有下置入吗 为什么最近一直看到王金平 好 现在到底大家怎样来看韩国瑜 来 卓榮泰的讲法是说 他希望能够院会之间有合作 可是他也要告诉你 你们那些法案 法案至爱难行的部分 我们希望你在审视 他讲的就是这一次所通过的 国会改革相关法案 大家就要问 那个是在监督所谓的行政官员 到底有哪里至爱难行 他叫你干嘛就干嘛 不要说谎就好了 提供什么资料 你能够提供你就提供 不能提供你就说能不能开秘密会议 这样不就好了吗 哪里有问题 现在他们说有问题的地方 要来提复议 行政院提复议 党团要提示线 而且我们的党主席赖清德 他的讲法是说 针对于这些 我们通通都尊重而且支持 换句话说 白话文叫做 那个都是他要做的 他要做的 我只是尊重他 我只是支持他 所以自己都没关系吗 真的是这样吗 好 大家就在问 那现在的韩国瑜 你真的觉得他 能休息就休息 能偷懒就懒 能混就混吗 联合报的评论他们是认为 其实他现在是真的技能满点 原因是因为你想要抓他怠惰 但问题是 你知道吗 真的是 以前包括了苏家权 包括了游席困 他们其实有的时候都会找 所谓的副院长去代班 而这个韩国瑜到目前为止 从来都没有让副院长去代班 都是他自己亲自在主持的 那我们也想问 如果是这样的话 一样把它列为三大扣 那你是真的该卡的 都会卡到满吗 因为像现在 王鸿威就直接就问 林嘉隆的外交部长了 民主基金会现在617 担任董事之后 那个所谓的执行长 是不是是真的是 韩国瑜鼠疫的如叶中 林嘉隆的回应是告诉他说 没有啦 还是有 比如说总统的任命 这个政府相关的配合度 彼此尊重 过去的经验也不错 话还没说实 到时到底会怎样 还没有人知道 回过头请教一下伟汉哥 您怎么样来看 现在韩国瑜 黄国昌 傅昆琦已经变成三大扣 其实你要做到人人满意 真的是不可能 不是不容易 是不可能 但是我觉得韩国瑜院长 至少在他从2月1日到现在 以前他当立委 可是他没有当过院长 第一次当院长 我觉得调和顶耐 他也尽力了 我们今天正好挑到这张照片 右上角这个照片 也就是现在导播在放这个画面 其实我有注意到 因为法案通过之后 国民党委员也是辛苦 拿了一个金色的钢羊圈委员 大家还有照相 但是大家照相的时候 身边这几位国民党的立委 都很高兴 因为想说终于三毒通过了 可是韩国瑜的表情是很严肃的 因为看到下面民进党的立委 准备要把垃圾什么丢上来了 所以我相信身为院长 他不喜欢看到这样子乱哄哄 然后他昨天也提醒大家 明天礼拜五 5月31号行政院长要来 听大家就要穿西装 不要穿牛仔裤 我看他有很多立委在骂他 说你关我这干嘛 他就觉得我们立法院 就是要让大家看 因为全世界都在看我们现在立法院 很多国外媒体都讲 还有哪一个媒体 你就不点大上去看 说我们台湾的民族很躁动 对不对 身为立法院常常不喜欢这样 你去比较王庆平院长 基本上我是觉得是没什么好比较的 现在目前赖总统 之前68年的蔡英文前总统 跟马前总统 大家做法也不一样 马前总统要9月公司 蔡英文总统不要 马前总统可以去WHA要 我们不是刚刚失败一次吗 可是你既然选择不要 那就做自己的事情 韩国瑜院长现在目前做的 其实我觉得调停他做的不错 我倒是不知道场外那个图 因为有明显发现说 民进党立委有开始批评韩国瑜 先前都没有 但是也没有到这个程度 那个图是不是 就是来参加游行的团体 自己画的 把它画成那样 因为以前都是在只有批评 傅君旗跟皇后两位总召而已 韩国瑜倒没有 柯建民也一直讲说 韩院长你要再好好的想一下 这是我们怎么样 再三思 再三思 也没有直接就骂韩国瑜倒没有 接下来 因为卓榮泰院长会提复议案 复议案会开一个全院委员会 因为他不是院会 到时候也会来到立法院当中 去解释为什么治癌难行 他会有个问题 就是行政院为何治癌难行 你得说明 然后立法院的民进党的党团 之后要视线 也要去提 为什么你要提视线 哪一部分是立法院不能做的 这个时候就要由韩国瑜院长 来主持这个过程 我觉得到现在为止 韩国瑜院长做的都是 他开始做的他都做了 因为毕竟蓝白是多数 就是要表决 当然大家会期待说 其实我也公开讲 我觉得时间可以再拉更长一点 本来设定520 既然现在过的时间528 也不是520 再长一点时间 让场外的人都了解说 其实很多的东西 以前民进党都提过 反对人就不会那么多 这个我觉得韩国瑜 已经做得不错了 但是问题就来了 周瑞雄他还在直播的时候讲 他能混就混 针对性还蛮强的 施强哥 我先讲我觉得这些说法对韩国瑜都不公道 什么叫韩国瑜去学王金平 你怎么不叫那个苏嘉全跟游习坤学王金平 我直接讲 各位你知道吗 在国民党是执政 而且国民党多数党的时候 你知道只要民进党反对的议案 就两党没有公司的议案 你知道国民党的主张通过率多少百分之多少 只有百分之六 换言之只要民进党要党的通通 几乎都过不了 少数百分之六 国民党非常坚持才过得去 相反的民进党多数执政的时候 你知道当两党 就是朝野没有共事的时候 你知道通过率是多少吗 百分之八十七 八十七%不能再高了 百分之八十七都撵过去的 所以换言之 难道还要我们现在要回到 就是那个以前国民党 就是过不了法案的时代吗 那请问那选择多数是任何意义是什么 所以当然每个院长 每个院长主持的风格 事实上韩国瑜就像刚刚韦翰讲 他其实很简单 他是很中立的 他也没有偏国民党 也没有偏民进党 说实在话 他非常中立的来去做 他院长的意思 那今天如果说他今天是学游席坤 或是学那个苏家权 我告诉你 那情况还跟真不一样 你更何况你去看 这几天是四天 民党交土战 民党多数执政的时候 哪时候有这种交土战 你指给我看看 有这种交土战过吗 有哪一个立法院院长 像韩国瑜这样子负担这么重 王金平也没有 王金平一闹起来就退场了 大家就都不要过了 我们只要退让 我们反而不退了 那就没事了 可是今天对韩国瑜来讲 他四天站在那个地方 你去站站看 然后那个声音之吵之闹 然后他不断重复重复 每个条文表决八次 然后他一直重复 四天 早上九点到晚上十二点 你还跟我讲 有哪一个院长做到他这个程度 这四天他没有找代理 抱歉 他可以找江启臣代理的 他有没有找 他没有找 他认为今天国会改革法案 神圣而庄严 他再累 他也要在那边站到底 他从头站到底 我这一点我对他是非常敬佩的 你在很多议事的过程当中 我也说实在话 比方说民进党十五次 最后一天 所有都是民进党条文 直选行长 十五个条文全是民进党的 因为我们都策案 是民进党的 而且都不与真定 就是其实条文完全没变 请问 民进党有意义 自己反对自己 韩国瑜的做法是什么 再表决一次 也有议事人员 在讲议事的过程当中 就讲说因为是不与真定 其实根本就不用表决 直接就可以过决 院长你就直接说 这已经是民进党的案子 国众都已经策案了 所以场上只有民进党的提案 就可以直接就通过 不用表决 因为连一个条 没有修正条文 可是当民进党 连自己的议议案都反对 有意义的时候 韩国瑜八次表决 让你去表决 你还要韩国瑜 中立到什么程度 你还要韩国瑜 大度到什么程度 到现在来讲 韩国瑜能混就混 我看真的是太没良心了 你今天哪一个立法院院长 像这样站在那边站四天 早上九点钟站到晚上十二点 没有不找代理的 刘锡坤做到有吗 对不对 苏销行有吗 连王金平都没有 那你还跟我嫌韩国瑜 还搞到什么 画那么丑化的一个方式 来去攻击他 我觉得真的是看不下去 可是民主基金会现在 还是说要政府的配合度 互相尊重 我跟你讲很简单 民进党还是想考 就是这样的 显然还没有放手 所以赖清德 这整件事情 其实全部都是赖清德搞出来的 不要告诉我说什么 因为行政院要提复议 因为民进党党团要提四线 你尊重 尊重你的头 全部都是你在搞的好不好 你不要骗人 你真的当我们傻瓜 所以赖清德不要这么假 你不是很有吗 很有你就代表出来 就是我说的 不敢这样讲 那你会得到什么评价 我觉得也很正常 你现在就是拼命 什么东西要卡 赖清德的个性就是这样 他什么东西都选择对干 除非他觉得他干不过你 不然的话 他一定跟你干到底 现在整个态势就这么简单 那我真的 庄瑞雄以前做人没有 没有低级到这种程度 现在真的是 庄瑞雄拜托你好不好 你要讲说 是韩国瑜不愿意协商 韩国瑜偷懒 韩国瑜全程在那个地方 也就算了 你知不知道 现在你们协商的过程 都是有全程直播的 全程录影的 网路上有人把 逐字稿都写出来 你知道吗 你要不要去看看 你庄瑞雄 吴思瑶 柯建民 你们三个人在整个的协商过程中 讲了废话讲了多少 到底是谁不想协商 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这次年轻人 听你们的越来越少 就是因为你们的垃圾行为已经曝光了 还好一直在那边讲 真的不要丢人现眼 然后什么林志佳 什么辉文 什么柯建民都讲说王金平比较好 什么王金平一锤定音 王金平一锤定音在太阳话是什么事情 你知道 是他说我不要动用警察权 然后辉文我请你想一想 一个很简单的东西 王金平在当院长的时候谁多数 是国民党多数 所以王金平说了算 那现在是谁多数 现在是韩国一多数 所以他说了算 那问题是现在民进党人少数 王金平愿意让 为什么韩国一要让 我就不懂这什么道理 民进党反正赢的只能有你们就是 所有的利益都要归于民进党才叫对 利益不归于民进党就是错 是这样的意思吗 这什么逻辑 我不懂 什么东西都让给你们 那干脆以后归 你们刚才赶在立法规定 以后只有民进党人才能当立法委员 只有民进党人才能当总统 这样会不会比较好 什么东西吃干妈净 吃香会不会太难看 各位观众朋友 在我们节目画面的右下方 您可以看到一个QR Code 麻烦您拿起手机对准扫描下载 之后就会一手掌握TVBS的重点新闻 再等等广告示范之后 回到我们现场 要持续关心新闻大白话